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因为篇幅原因只能说一半 然后呢这五个人自然而然的能分成两类 那么相较于昨天的三个人 他们被美国机构媒体所需要 并不是仰赖他们在专业层面的相关的一些素质呢 而是需要什么 就是需要的一些情感上的宣发 需要的是一些情感上的调动啊 我们回顾一下他们在前天大前天的发言 基本上就是一个感性的论断和主观的判断 缺乏事实依据 也缺乏他们所在行业的专业的理念解析 今天说的这两个人呢 当然也是今年的事情 就比他们稍微早一点点 一位呢就是前中共党校的这个教授啊 蔡霞 另外一位呢是南方医科大学博士 然后呢香港大学前博士后研究员 这个叫闫丽梦 和昨天的三位不同呢 这两位没有身边所谓的什么六四 或者中共政治迫害光环啊 我这里呢再插一句 因为昨天也说了一些六四内容 对吧 当时的六四呢 又或者说八九学院风波啊 这是一个中国的官方称呼 无论是从中国后面这个公报当中所称 又或者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啊 种种证据都表明就是说呢 当时是一个学生群体 或者说有志于推动中国体制改革的这一波人 被一步步的诱导和那个激发矛盾 然后呢通过某些极端的方式引诱出来之后呢 来表现这种政治诉求 其实他们也是半逼迫半引诱的走到那一步的 然后呢这两年其实很多人都在回首六四对吧 就包括去年香港那件事情发生 然后呢前两年乌克兰 大家都会回过头来看过去的事情 我们也知道有颜色革命这么一回事 那么看看六四呢也就这么一回事 然后呢为什么所谓的我之前说天安门四君子 他的访谈他曝光度远远低于王丹柴林之流啊 因为他们虽然是抱着有可能是一种反对 或者说甚至于敌对的态度去看中国的当局政府 但是呢他们基本上就实事求是啊 说到做到 大家呢还要举个例子就说 中共啊参加六四都受迫害对吧 那这里有个活生生的例子谁呢 呃台湾媒体最喜欢说大陆武统派学者对吧 那么就是这个金灿荣金正伟 他在油管也有频道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曾经在节目当中呢 也曾经说自己参与过六四 但人家现在活得好好的对吧 还算国家智库啊 嗯然后呢又说明又包括后面的这个天安门四君子 基本上刑事处罚是基本上没有的 呃他们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公安局在他们这个处理意见书当中呢 也表明了就是他们有助于帮助当时的呃 呃国家政府疏散天安门当时聚集的学生和群众 因此可以以此减免了大量的刑事处罚 呃你不能说一个人他说他现在说的话跟之前的不一样 人都是会变的 人都是会反思会改变的 呃一个人他不可能说一开始是成熟的 他一开始也会经历幼稚经历冲动 对吧呃你不不能说是一个人他之后的某些言论变了 就说哎呀他被洗脑了 然后把他是被逼着说这些话 你这么武断的认为 那么我想问一下 你这种认为是谁给你的呢 你这种权利对吧 那么随着时间的增长啊 那这些看法都会变对吧 虽然核心不变 但是态度或处理意见也会变 那么我可以看一下纽约时报 在去年采访四军之一的那个周舵 他是怎么说的 在这篇文章最后呢 周舵他是原话 周舵认为中国应该寻求渐进式的政治变革 从法律上限制权力实现更大的政治多样性 他说当公民生活改善 政治成熟时这个国家才能做好准备发展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最后他又说了一句 就算你搞革命推翻了共产党 弄出一个自由民主制度 你能运转吗 呃他说 他一定是一个曲折漫长艰难的过程 所以说四君子之一啊 他自己也在时刻反思对吧 当时的做法是不是最有效的 或者说是最符合实际需求的 最符合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的 那他现在总结出一个渐进式发展 基本上国家也在这么做对吧 法律也在不断的健全 不断的细化 那这次的民法典呢 大家有空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了我们扯的有点远 那我们说一下今天的这两个人啊 他们与之前的三个人呢 有个共同点就是说 被美国某些机构某些娱乐媒体抬出来 是因为他们有着什么中国人对吧 中国人的这样一个背景 他们披着黄皮黑眼睛黑头发 这是一个相同点 但是呢也有不同点 那这个不同点是好的地方 就是说会使得在初期 他们曝光度是十分的高 对吧爆发式的增长 但是呢也是导致他们现在的热度 不如前面三个人这样一个原因啊 那这个不同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台他们出来的那些机构媒体 不仅对着他们有一个中国 这样背景形象的需求 同时呢对于他们在自己所在的专业上面 也有一定的要求啊 就不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陈光诚啊谢田啊李恒青那种人 他们说是那种情绪式的武断的 异断的那种主观言论啊 因为你比如说是你这个严厉梦对吧 人家要的就是什么 你这个专业 你这个生物学病毒学的背景 对吧你有料也好没有料也好 需要的是什么 你从一个专业的人的身份来说 举出数据举出一个发展趋势 拿出你的论文拿出你的paper 对吧证明中国政府是隐瞒了新冠疫情 这样一个真相 同样的呢我们的蔡霞女士 其实也是一样的 呃他们也是希望呢 你能够站在过来人的身份 对吧举出一些实力举出一些实证 首先说明中国共产党 他发展他内部的一些理论的缺失 一些矛盾的地方 顺便呢在你是党校的吧 对吧你能说一些党校内部那种 黑暗腐败洗脑式的内容 然后呢你也是读法律出身的 那么也希望你结合法律对吧 或者结合你日常的一些工作呢 能够说出他们想要得到 你得到的一个观点 所以说上一期的三个人 他们在媒体前面可以性满油江 随便乱说 我甚至说了有个人逻辑通通不通 但是后面这两位呢 一旦有一些就是说 呃反例的那种实证 对吧对那打了他们的脸 那他们的身份 他们的专业能力 他们说出话的可信度 就会极大的下降 那么一旦他们这种可信度 下降了之后呢 和上面三个不一样 上面三个可以说 哎是中国抹黑压迫 但是你搞学术的那打脸就是打脸 说错就是说错了 你之后再跳出来说什么 在别人眼里都只是一个跳梁小丑 呃那现在开始进入正题逐个分析啊 我先声明一下 我已经明确说了 我为什么把这五个人分成两波 不是一位性别对吧 所以说呢全师啊 你们打全部要打到我这里来 对吧 呃他们为什么归类 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参见前面七分钟 那我们今天先说这个袁立梦 其实呢 袁立梦在七月头被FOX采访之后呢 呃有很多的那种反中反共的网友啊 如获至宝 对吧 哎终于可以听到实锤了 哎 那个中国大陆到底是怎么应对这个 呃新冠病毒 它是到底是怎么演变怎么泄露的 对吧 呃他们到底有没有隐瞒 结果呢 整个采访之后啊 又是陈词烂调 没什么新鲜东西 啊 有没有证据呢 他只是红口白 哎呀 我去过了 但是我的导师呢 上午不要说 对吧 那么我呢 我跟他有那个聊天记录做证据的啊 但是呢 我到美国入关的时候呢 手机已经上交给FBI了 我愿意呢 之后拿出所有的证据啊 来证实中共隐瞒疫情 当时采访是七月头啊 现在马上就九月份了 对吧 证据呢 然后呢 我们也要留意一下很多的那种宣传对于阎丽梦的描述是他不光拥有医学外科的背景 同样也是免疫学的研究型博士 也是一位正直型的病毒学家啊 那个就不想当将军的厨子不是好记者 对吧 当然了 我作为一个黑医学专业的 有些话呢 我也不能这么说 那么我大致呢 在这个POMED上面搜据一下相关的论文 大家可以说是以今年的三月份为界啊 当时他是以第二作者首次出现了与新冠这一类传染性病毒研究的一个相关的论文之后有一共有三篇 之前是没有的 当然了我也不能否认有些人就是出了旁通天赋异禀对吧 那么我们要留意一下他最初在FOX上面说的话 就是他在12月底啊 他就已经知道了新冠病毒的这个情况 然后呢 在一月份被要求不要声明对吧 就是其实就是在中国政府对外开招待会说明人传人的前两天啊 他知道这件事情啊 然后他的导师不让他说啊 然后呢 那之后就是官方超开记者会说明人传人 然后呢 武汉呢 开始封城了 都是一月份吧 这个没有错 那么你在12月底你已经掌握了一手的资料 然后呢 你那个 港大呢 是香港的P3实验室 对吧 可以说是香港比较尖端的一些研究呢 都可以从你这里产出吧 对吧 那么你为什么有一手资料 有一些中共封禁资料的情况 你第一篇论文产出要到三月份 而且是第二作者 要知道 基本上新冠爆发之后 在两月份 中国大陆就有大量的新冠病毒的研究的论文就已经涌了出来 无论是这个病毒的性状 这个病毒的传播途径 这个病毒的某些 那个病理学特点 对吧 这个东西我也说的不太好 大家都知道怎么一回事就行了 然后呢 他是怎么出来的 据郭文贵和班农臣啊 是将他们策划营救出来的 那么我们从4月28日起计算 到现在呢 已经有三个月将近四个月时间了啊 那么连班农都被抓了 郭文贵都被调查了 到现在呢 我也没有太多的诉求 我只是代表有些好奇的人 就是你说的证据到底在哪里 说白了 听热闹 大家都喜欢 对吧 但是你真的要实锤的时候呢 大家还是要看证据的啊 那么之后 港大呢 回应呢 其实也很早就出来了 就是因为港大有这个回应了 所以说他的热度骤降了 因为他被打脸了 知道吧 那么 港大在7月11号的公告 声明什么呢 袁立梦在去年的12月份 到今年的1月份 从未在香港大学 进行过任何关于新冠病毒 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研究 然后呢 再强调一下 这是他对外采访当中的核心内容 那我翻成人话 就是说 他说的那些 呃 他对外宣称的那些东西的核心啊 我们直接 否认掉了 没有这回事 他其他说的东西 你们自己去揣测 有没有吧 好吧 呃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闫丽梦 他在7月头爆火 对吧 然后到7月底呢 就消失匿迹 那最近又开始有些采访啊 又要出论文啊 又要怎么样啊 但是你跑到美国去 你出中国新冠的论文呢 说实话可信度不高啊 而且到现在也没出 对吧 你不如呢 美国有600万病例啊 是一个很大的研究样本 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 好吧 还有一位呢 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 蔡佳女士啊 其实我对于她的个人水平呢 从6月份泄露的那一段 和朋友的语音通话中呢 呃 我感觉我现在能说的很明白 就是一个什么汪芳式的人物罢了 呃 他基本上呢 说了两点 我们先说第一点 他很简单的就是说 呃 混淆了什么 中国共产党在之前颁布的一个 妄议党中央方针的一个党籍处罚呢 与处理贪腐的法律处罚混为了一谈啊 呃 我们都知道呢 中国共产党它是有党纪的啊 党外呢 管理呢 是法律 知道吧 那么你违反党纪 那党纪要处理你 你这事情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他举的这几个例子 为什么被抓很简单 贪污受贿 对吧 那呃 他一定要把他 这些人因为贪污受贿 这些犯罪原因呢 用他们妄议党中央方针 来来来套上去呢 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我随便举两个例子 对吧 第一个吕西文 大家这个都不用说太多了 著名的金圈大老虎啊 那个搞金圈观光相护那一套 其实就是门阀 对吧 那么这种人 那他 呃 那第二个呢 黄新国 对吧 这个就 更加实锤太多了 大家去搜相关资料 第一句话就是该人涉嫌家族式腐败啊 腐败 对吧 换而言之啊 法律是对于你日常生活 日常工作上面有无违反相关的宪法精神的这个限制 而党纪呢 则是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身份 对于你代表共产党形象的一个要求和规范以及相应的处罚方式 呃 我呢 再声明一下 我不是共产党啊 那我拿一个道教徒 拿一个道士的身份 我还是 这么说 大家就比较好理解 比如说 呃 一个道士 对吧 他去外面 嫖娼也好 聚众淫乱也好 他被抓了 那么他要接受什么呢 呃 嫖娼的话是公安机关的行政拘留 对吧 那聚众淫乱的话呢 那就不只是拘留了 有可能是要那个有期徒刑了啊 然后呢 处罚完了 对吧 15天也好 你半年也好 一年也好 你出来了 你回到你原来挂单的这个 庙里啊 公里啊 或者相关的机构单位啊 都可以 出来之后你要面临什么呢 面临你所在地道协内部的处罚 你在世道协就世道协处罚你 你在审道协审道协处罚你 知道吧 处罚 呃 一般性呢 就是说什么 首先一点就是剥夺教职人员身份 所以说为什么蔡霞会被取消 那个什么退休待遇 这一点大家就很好理解了吧 对吧 那中国共产党和欧美民所谓的这种民主党 共和党它不同啊 它不是一个表示自己政治 政治意图的一个竞选的工具政党 它是一个团体是明确了自己精神方针 思想方针的这样一个政党 所以说每一个共产党员你都要明确什么东西 你对于共产党政策的支持和拥护 如果你反对或者你质疑 你可以提出你的看法 对吧 促进它发生改变 推动它进步 那如果你不想这么做 你只想打个嘴炮呢 那你就退党 随便你怎么说 然后呢 我在这里解释一下 什么叫妄议中央大方针政策 其实在15年 当时把这一条列进党纪党纲里面的光媒 已经用大白话说得很明白了 什么叫妄议啊 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会上不说会后乱说 台上不说台下乱说 这一点呢 其实我说过了 跟法律不同 其实呢 党纪里面有很多是对于个人道德 对于个人行为习惯的一个要求 那你党员要求高一点 没错 对吧 这里呢 有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说 会上台上 对吧 就是说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 你没有说话 就是说你当时是表示认可的 其次呢 就有个乱说 什么叫乱说 你反对 你可以就是说会后反对啊 这没事 那是你 反对和乱说是不一样 你乱说是根据你自身的想法 把它进行了曲解 进行了扭曲 这才叫乱说 知道吧 那么如果 大家觉得这个条例处罚 有问题是专制 这是限制自由思想的呢 那我举几个 因为妄议啊 被那个以党纪处罚的这样一些官员啊 你们看一下他们的言论是不是符合乱说 好吧 第一个 有些干部伪计被查了两天 什么都招了 一点骨气都没有啊 这是共产党员说的哦 第二个 赵少林 农委这样没有权的部门早就应该撤销了 第三个 沈培平 上访者不管有罪没罪 硬判都要判啊 那 蔡霞认为这样处理别人不合适 那说白了就是想为这些人声音昭雪 那你的抑郁何为呢 那至于他之前还为什么 薛蛮子 勤活活 任大炮叫区 这些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 如果一个个单独说呢 只能说给蔡霞黑上加黑啊 我们这里就不提了 然后呢 第二点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彻底完蛋了 彻底腐败了 是一个僵尸政党 那要救党呢 一定要把习近平搞下台 才有希望换习才能救党 对吧 否则叫亡国亡党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个共产党员啊 就是说至少接受过共产党教育的人 会认为就是搞这种所谓的封建式言论 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 在这里呢 我仿佛看到的不是一个具有高级知识素养的中央党校的教授 而是一个旧社会在街边 没什么文化抒发自己不满的酸臭酸臭才书生啊 当然了我这里没有说是鄙视他们 但是我觉得这个形容很形象贴气啊 就是哎呀大清朝真的是烂透了 这个光绪帝下去 换个新皇上啊 一切都会变好的 就这么回事 那么这是符合一个接受过中国现代教育的吧 接受过什么 马列主义接受过 唯物主义辩证法 教育出来一个党校教授的水平吗 然后呢他反复强调所谓的党内民主啊 那还有所谓还在争论所谓的什么党大还是法大 这个呢如果是你一个是党外人士 我再说一遍你党外人士你评论都是OK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你是否已经忘记你在党阶下举起右手说的誓词是什么了 如果忘记了呢 那我提醒你一下 就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遵守党的纪律后面太长我就不念了 反正看前面一段大家都知道了 党员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 你对于宣誓中对于中共共产党你要履行的义务啊 你义务都不履行 你要求权力 权力不是平白从天而降的 是要你付出自己的义务 付出你自己的行动之后才能享受到的 对吧 你哪怕呢 我再说了 我要说的道教徒举例了 你道教徒你作为一个就是说 我们不说什么正义传度对吧 全真冠金 你哪怕是一个归一的居士好了 三归五剑你就要守了 就要持戒了 知道吧 然后呢你全程冠军就要三归九戒十二月 对吧 你再去受大戒三百大戒都要受的 这个都是规章 你见过哪个道士说 哎呀这个 哎呀这个教规大还是法大 这他妈不神经病吗 对吧 那么我们就是说 其实客观来讲 蔡霞这一类人呢 看到这些行为 倒不是说像欧美西方啊 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存在的问题 那种什么 他们想要的这种洗脑啊 这种黑暗 反而是暴露的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内部管理太松了 知道吧 对于所谓的意识形态已经放得太开了 那导致了什么 党内教育的失败 知道吧 暴露的是教育问题 而非是共产党的防征问题 那么我们再说 蔡霞的他个人的这个专业水准啊 那么你作为一个党校的教授 你做了什么贡献 对吧 你为中国共产党 或者你退一步啊 为中国人民做出的最大贡献 就是教育出了赖小明 您这样的巨摊吗 大家有空可以去搜一下 这个包小三的这个巨摊赖小明啊 还有一段判决的时候 还在形容自己一点一点 把钱攒钱的那种愉悦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蔡霞教出来的 那么 而他这一次在旅居美国之后 跟吐槽这句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劝详式的煽动 其实他自己就已经明白了 原来那些圈子 在现在的日子下 他已经不好混了 所以说他去年旅居美国 他是早就计划好了的 那么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 就和严厉梦一样 在他背后的官方机构 对吧 出了声明对他所作所为 进行一个驳斥之后呢 热度一下子就下降了 那么我们这位蔡霞教授 在中央党校对他进行通报 处理之后呢 也就逐渐的没有声音了 我留意到他最近呢 逐渐转化为了 之前我们说的 陈光诚这类民动身份的 在推特上开了个账号 什么real蔡霞 天天说着一些和轮子一样 半白不白的话 对吧 中共腐败 中共黑暗 中共亡国 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啊 这也有可能 其实他的真实的学术水准 就这么点 退一万步来说 这些人与其拿着 自己这种别角的学术水平啊 去披露所谓的中共黑料 还真不如像前面 我说的三位 陈光诚 谢田 那个李恒青学习啊 天天嚷嚷着自己 受到中共迫害 受到中共压制 然后呢 挥舞着民主的大旗 对吧 为所谓的人权 所谓的自由民主发声 然后呢 把自己置于这种 普世价值的光环下 很有可能 钱拿的还多一点 曝光度还高一点 再拿一个 什么访问学者的身份啊 岂不快哉 那么今天说的是 一勺会的下半部分 也就是我第二勺会了两个人 明天呢 是8月30号 我有可能要停一期 我要为之后 农历7月15 16号做一些准备 所以我明天就不更新了 包括我 那个农历7月15 16号呢 大家都知道 中原节前后啊 那么是公立的 应该是9月2号左右 那我 到时候再说 能更新的话 有点备搞定时播放 对吧 那具体的情况 等我临近了再说 最后呢 我又突然想起 孔一集里面的句话 就是 代表着这些 黄皮民窦们的 这样一个处境啊 就说 这些人是这样的使欧美的机构和媒体快活 可是 没有他们 别人 也变这么过 好了 今天的忙忙论道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